汽车在延伸城市的脉络接近亲人的距离 但是有时候 如果我们的汽车变成智能机器人 城市道路将射演一番怎样的场景 今年7月 长沙30台无人驾驶出租车正式上路运营 四个多月过去了 无人驾驶出租车在路上行驶的如何 带给乘客怎样的感受 整个行驶过程中 司机的双手都已解放 大脑不在紧绷 坐久了还可以挪腾挪腾 哎 师傅 我比较赶时间 能不能快一点 搞得不好意思 我们的车是自动车式 它是不吵手 然后不叫啥 不穿横等 按着我的老命令 先手头只不怕 所以搞得什么反复的 长沙已完成近200平方公里 城市智能网年开放道路片区 100公里智慧高速公路 7.8公里智慧公交示范线的建设 长沙能成为无人驾驶的全国的一跑者 背后集聚有智能汽车产链 重点起跃350余家 智能汽车及人工智能产业相关研发机构 108家 构建成车 路 云 网 一体化发展格局 而智能驾驶 仅是长沙制造的其中一部分 长沙正以它独特的自信 向工业 网年 医疗 文创 教育等领域 使向更为智能的未来 长沙L4级自动驾驶出租车 奔跑在175公里开放测试道路上 四个月来 自动驾驶里程超百万公里 安全载人服务超过十万人次 这便是城市不久的未来 无人驾驶将带来人体解放 也将重塑马路文明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